台北市体育会 今天下午7点钟 在新南路台北商专 批行了体育人员 表扬大会 上会由台北市体育会的 市长熊先生主持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长 高明辉曾经代表 市长江峰聚在会上 颁奖给体育有工的人员 颁奖之后 曾经有中华女子篮球队 成为蓝白两队 在场比赛了一场表演比赛 这些女子国手 在经过了二十几天的 训练之后 在末期上都已经有了进步的现象 目前他们还在 积极的训练当中 以下的结果 白队以七七比六十一 胜了蓝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